今時今日都市人拿著智能手機什麼都拍得一餐 有時要找個免費的雲端空間儲存相片都不容易 因為通常免費的空間頂多都是15GB左右 今日介紹的這個應用程式就應該幫到你了 講的就是Google Photos這個流動應用程式 你可以在iOS的App Store或者Android的Google Play都下載到 不要以為它只是幫你整理你的相片 其實只要你啟動了這個App和做了相關的設定 它就會包你無限期的無限儲存相片空間 一起看一下怎樣設定 而我手上這部iPhone為例 開了App之後 它就會問你想不想升回你手機現有的相片 和將來拍的相片上去Google Photos 只要你開了這個設定 之後再選擇High Quality 你就會有無限的儲存空間 留意如果你一定要保持相片的原尺寸 Google就會逐張相片和你計算空間 不過其實它們的High Quality相片只是加了壓縮 最高可以去到1600萬像素 Video也最高支援1080p全高清 其實一般手機都未必拍到這麼高質素的相片 所以對於一般用家來說絕對問題不大 另外如果你手機不夠位置 記住不要在Google Photos一張一張刪除 因為這樣會刪除你在雲端上儲存的相片 其實你可以選擇旁邊的選項Free Up Space 之後它就會問你一次 是不是真的想刪除相片 如果你選擇刪除 那你把原相片就會在手機的相簿清除了 不過我進入Google Photos 這張相片仍然會存在 只是顯示一個Thumbnail細圖 那如果要用這張相片做其他東西呢 可以即時下載回來的 有了這個功能 以後換手機也不用再等過相片的時間 Google Photos還有什麼功能呢 我們下集再說吧 着急Bot 音樂 4 5 4 5 6 5